Dee哥也想說回春秋戲劇學校 粉菊花師傅 聽說粉菊花師傅本來只是教女生 只是私學校才教男生 師傅你知道在大時代 49年50年代初走來香港 其實那時語劇在香港不是很多 因為很多上海、北方人 大部分人走來香港 就有很多所謂的票房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 很多有錢人或喜歡京劇 就找一個地方租賣 逢星期六或星期三 就找樂器的人一起清唱 叫做票房或是玩換票 師傅在那裏教人 我師傅屬於南邊的坤曲和平劇 都有做算是京劇的命令 我師傅很久在30年代已經有拍舞下片 明天都是拍電影 下來香港 當他慢慢教人多之後 譬如最初粵劇那些很多 譬如《寶珠》 寶珠在前面 紅姐那些 我不知道是於師傅那邊 還是哪間 總之我們師傅在九龍城附近開始教 但也未有春秋集 譬如《小芳芳》 《寶寶》 《馮寶寶》 《星歌》是否林家星 星歌不是 星歌有另一個人教 但求粵劇的人很多 跟我們師傅學所謂的身段 造手 因為嚴謹方面 我不是評價粵劇不好 在一些挪鼓上 或者一些造手上 是不夠很嚴謹的規範 現在當然不一樣 現在當然不一樣 慢慢叫他正式開始受徒 因為他本身是女性 所以一直延伸下來 就開始是寶珠那些開始 Lulu 寶珠 沈之華 沈玉華 那些一堆開始來了 他也是先收腦做底 直到有人開始叫他收了一個叫 潛越新了 一個男生 我就是第二個男生 正式開始成立春秋劇學校 廣修門徒開始有新男生 否則支持全部是女生 我以為你是最小 你經常成為小子 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最小的 所以叫小弟小弟 其實廣東話應該說小弟 小弟弟小弟弟 但時刻小弟小弟 那變成小弟小弟 變成小弟小弟 變成小弟小弟 現在大一點叫他 弟哥再老一點 老頭子老弟 無緣無故地變成這樣 其實同期有哪些師兄弟 其實那時候四間學校 維持下去最久後期的應該是我們 所以變成四間學校 很多人都會來我們學校玩 譬如真是於師父的大師兄 其實不是三毛 是明才 馬師傅那邊的來寶 中法 B哥陳煥毅都有來我們玩 中信現在個個叫他大師兄 我師兄 唐師傅那邊 維持一起玩 我們那邊其實就是 鎮英 我 尊龍 鎮英 盲海 小四 尉偉天賜 攀攀姐就很後期 攀攀 是隨便的 那你有沒有說 當年跟誰最要好 很合格 你知道 一堆人 一定是 中間有些玩得近 有些玩不近 小孩子今天和你好 明天和你好 都是這樣 而且你知我們群體生活 一到晚上鋪上所有的 樓架床 幾十個人睡在一起 我們那時是 機構書院隔離 有了四層樓 即黑特道 機構也拆了 即是華森巴 不知道你知不知 那裏對面的黑特道十四號 那裏是四層樓 鷹式建築 我們是三樓四樓 這樣住 所以很開心 直到余師傅 他們沒有在麗院製作 我們進去麗院製作 京劇 大陸劇場 每天流來流去 其實你們跟余師傅 三樓大哥 Jacky 他們是否有交流 比較少 我們很怕去看余師傅的演戲 我們師傅說 今天有一部劇目 覺得我們將來有機會演出 帶我們去麗院看 我們知道糟糕 第二天就一定會打獲金 同樣的 他們可能來看完我們做完 他們回去又可能會打獲金 在打那方面 看佛 即是那個年代就可以了 是他們師傅打得很厲害 我們師傅女人都很厲害 我們師傅很矮 又是扎腳 他的腳這麼小 拿一條藤條這麼粗 到他這裏 他單手50藤一個 50藤是托不少 動過重新計 但他們師傅誇張一點 不會每次都50藤 兩三下一個 三四十人 每一個三都行 你都算不少 所以他們師傅打得更厲害 為何要看完他們 看完佛 師傅要打 你看明天早上練功 你看看暗蒙 有一個他們叫原文 他們叫原什麼原物 我們多數叫小什麼小物 暗蒙當時 他做了一部叫做激鼓麻草 他的氣路和我差不多 他又做猴子 我又做猴子 邪天大星那些 他打關打很厲害 我打關打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看完暗蒙回來 大家差不多年紀 大家同樣的陳吉 我最記得看完文做激鼓麻草 回來我們翌日被師傅打 加上師傅那天心情不好 你看看別人 什麼什麼什麼 即是那些 不過說起原文都很久沒有見 他沒有做這行 原來都是看得好功夫喜劇 很多都有 是 很多都沒有見 網上有些資料說 鄭英哥那時是否有跟過 於是沒有 其實是 奇怪 你們不會真的調轉 沒有 所謂師傅 其實我們研究來說 我們粉谷花應該叫他校長 但他當然自己有教 其餘有很多師傅 譬如袁秋 現在大家很熟悉的包租婆 袁秋 他叫做袁秋 那時他是一個很有名的武生 他的爸爸 張玉成 好像是姜玉成 總之我們叫他張老師 會在於老師那邊教 也會在我們那邊教 譬如有個姓徐的徐老師 徐少春 也會在他那邊教 也會在我們教 那時很多語劇 很多龍虎舞師 其實都是經班出來 在大陸出來 所以很多時他們為了生計 都會教你教 是唯一一個姓木的蠢統 那個就是台灣過來 就只是教我 為天賜、慈月生 那時鄭英哥是少什麼 就是鄭英 鄭英月生 其餘那些少什麼 小四 其實不是一定叫的 但我叫得多 譬如是小 因為後面那班小的 譬如說他們叫就少 隨便叫吧 小一點小 什麼什麼什麼 叫了少什麼 變得很多少 少少聲 是的 那你有沒有說 到後期 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你出去 給你們拍電影 其實都 我們麗園都很少演出 其實都有的 做同聲 其實我第一部電影在1966年 七七錦四隊 因為那時候香港電影都是升生的 全部要國語發音 粵語片就少 國語片的市道大一點 你又要受過戲劇訓練 有國語標準 在香港就在四個劇團裡面找 你看到 語片就有黎子田 很多的 馮寶寶 經劇有很多衣服 我 在那方面找 很自然就會在那邊找 所以變成我們做很多同聲 直到高不成低不壽的年紀 十幾歲 對 你 我比較好處 我的樣子仍然是寶寶 到大軍閥時仍然可以騙 到真的很尷尬 就是傾國傾城 閻台入血 那時候同聲就騙不到 武師又嫌你太小 很難找一個大英雄 打一條年輕人吧 他仍然是寶寶 你又做不到武師 除非你好像龍珍虎斗 精母門那些 一扎三四十個 你站在後面 鬼看到你嗎 在後面紮紮跳 可以找到博 慢慢慢慢就開始 師傅需要一些所有入 因為你真的養一些人 同聲少了 武師我們出去放我們自己 我們開始大那些 十四五歲 師傅未必一定照顧三四十人 我們師傅都老 我們有時出去做武師回來 那時是七十五元 我們自己拿 每天還有幾元飯錢 我們七十幾元 可能我們有十幾元收 我們要幫忙師傅 因為我們那時是用合約制 基本上是師傅理我們 所以是醫食住行 你知道我十三四歲 這樣的碗 八碗飯 大哥 這樣的碗 我都八碗飯 你計計那三十幾個食窮人 所以很自然就會 讓我們出去找些使用 我們自己都要開始 你可能不知道 那時西裝褲 襯衫都在廟街做 攤檔 在廟街都要開始扮靚 自己都要賺點錢 開始去做武師 所謂的武師 其實都是在後面 紮紮跳 那時程剛 十四女英豪 十三太寶 一說六七十個武師 在香港哪裡找到六七十個 一班年輕人戴著帽子 在後面擁 替身的都是 替身我們沒有 你有武師 那時替身八爺 長刃 師傅說三毛 那些都會有 嚴格來說 我那些哪有職 我還是年輕人 我厚他們一輩 算是一輩 八爺比三毛 應該比三毛 應該比三毛 剛才你都說龍爭虎鬥 大家全世界的影迷都最記得 就是你自一看 一開始 那時已經十七八 但扮上去還是小孩 那時你小龍 是否正英哥介紹你 認識還是小哥 是呀 那次是因為需要一個年輕 但又不能年輕 我養成年輕 我最記得 鎮英跟韓英傑拍攝唐山大興 我們先不理唐山大興那部電影 現在的水準來看會是怎樣 那時根本上發揮不到 在我而言 小龍由精母門才開始 有些他自己的魅力 鎮英從泰國回來 我告訴他 明天出來喝茶 我介紹一個 很厲害 在我們認識的林鎮英 是年輕人的 怎麼可能壞行勁 你知做我們這行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覺得這個人勁 都在心裏說 在香港酒店六樓 有個咖啡店 有個傻佬戴褲 我剛好那些 烏鷹ray bag 牛仔襲衫 屈過就屈到這裡 穿著牛仔襲衫 牛仔褲 你覺得他是瘦了 勁? 這個人勁? 因為是出自林鎮英的口才覺得奇怪 鎮英是 很少賺 防七打敗 鎮英年輕的事 一定不是這樣 你們認識的林鎮英 很難搞 很難搞 鎮英是著名很難搞 他說厲害 真是去看看 鎮英叫他來 鎮英叫他來 兩隻手指 十二下 因為我們很容易知道一些難度在哪裡 這個也有很多人做到 十二下多少 他有一件事 在腳尖前面 三下半度 然後放拳頭 腳不中曲 然後蹲下去 即是烏下去 起板身 這下才像 你們可以試試 差一點 鎮英分開腳 都難做到 白埋了腳 是很難的 開始推鎮 看完 即是熟了之後 我們當時華園 哎呀 好啦 尼尊沙咀 尼敦道華園大廈 很多年代 我們年輕人經常跟上去玩 他經常都想上去玩 開始玩推鎮 看過玩推鎮 所以現在都很流行 推鎮 年輕人推鎮 是他 我們第一次見過他玩推鎮 其實後期 因為你做武師 其實那時是否兩邊去 因為你都好像 在台灣拍了很多電影 我第一次跟去台灣 因為那時香港是好笑 一年70部 70多 你看看 所有動作片都在台灣 一年有百多部 整條電影街 台灣的武昌街電影街 都是這部 全部動作片 一年百多部 所以很多香港武師 都去那邊 賺錢 香港都有的 唐街 唐街我們很少 我們那邊比較特別 可以春秋雜 出來的 鎮英 我們 就可以跨著 又撈 沙毛 又可以撈 劉師傅 因為我們比較有底子 因為那時很需要妖馬 一般人未必做得到 而我們有這樣的基本訓練 絕對做得到 一高一低的妖馬 就很酸己唱首 當然 武師有很多風花鼠 聽著去台灣做 有得賺錢 去玩 年輕人就喜歡 去台灣做 台灣香港 但那時台灣一年有九個月 尤其是我 我跟韓英傑過去 千島萬里咀 是一部所謂立體電影 跟著第二部過去的 就是建橋英力傳 空軍軍炸 來來去去 跟著 陣英有一個朋友 叫丁仲 現在過身的導演 年輕人 就在那邊幫他們公司 做很多演員 武師 開始做演員 所謂劉忠良 譚道良 黃道 我們做膽翻牌 拍了十多部演員 邵林十大弟子 那時我在那邊做很多演員 開始在那邊七、六年做指導 整個年輕人做指導 柯壽良 那時看著我 這樣的年輕人過來做指導 所以我認識柯壽良很久 做主角都是台灣還是香港 台灣 台灣 台灣先 那時年輕人的樣子 又… 又打得 最少省他替身 不用替身 還有那時 那時的功夫片 是很需要你自己口底 一個鏡頭打成四十幾下腰馬 現在沒有人做得到 現在的新的一定做不到 沒有這樣的基礎 在台灣一段日子 直到簽第一演員機構 回來香港拍肥龍功夫精 割集 做我們這項 要麼不做 每個人都會 沒有野心 不會做的 你都希望有一席位 那時Jacky很好 三毛還未拍攝先生 總之洪大哥有報名 那些什麼老虎田雞 那時 劉師傅自己 長輩 我們大家都紅心勃勃 希望能力做到 另外一件事 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些 不同的東西 當然我自己來講 是很虛心吸收的 坦白說自己的資料有限 在那時來講 吸收他們、前輩 甚至乎我們小時候看電視 漁語片也好 日本片集也好 希望做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那為何又入了TVB 因為我最喜歡 最花小子 當動作片開始適味 開始有些寫實一點的語言片 或者什麼 那時電視對於香港人的 甚至乎東南亞 你知道那時電影 都是德國華語市場 都是星馬大韓 美加那些都是華語市場 最多賣德國西語版 英和那些都是華語地區的 發學 電視是最入行的 年輕人公會覺得自己 既然都入行 希望自己走出街一載 還有一次機會 鄧偉雄先生 那時幫我們有社劇本 有成就介紹 進去試一下 我自己比較古靈精怪 八百二年 因為TVB 這時是虛擬需要的 所以就進去TVB幾年 我84年離開TVB 1979年後進去 84年離開 你覺得那個環境 那時你覺得怎樣 你剛才拍電影 其實跟自己的想像不同 我們都有一個學識 因為那時是有廠景 廠景是三機作業 我們每間看Q-Line演戲 有時候初進去時 發覺自己有一個 人家說句話 有些反應你做了 為何不能拍攝 因為機器還未開燈 開始你們要習慣看Q-Line演戲 因為那時年代 尤其是我演的角色 都需要很Over 需要Over才搶 就變成要看Q-Line演戲 一看Q-Line演戲 就更加容易Over 開始慢慢再學 如何看Q-Line 三部機 好像我現在看了三部機 哪一盞機著 及排戲時 知道哪一部機在拍兩拍 哪一部機在拍兩拍 哪一部機在拍你的反應 你如何做到不覺看Q-Line 就開始學習 你有沒有說喜歡邊桃 其實有深刻印象 TVB我記得是腦洞 腦洞就是沒什麼人做 沒人做 勞動 法制那部 小河江湖 小河江湖 沒有人做林平芝 嘗試一下 那時年輕人經常被人覺得 不想定型 你覺得我是喜歡做 紮紮跳後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就做給你試一下 盡量under 做林平芝那些 腦洞 腦洞都更誇張 在公安年代要誇張一點 即是誇張的 現在來看就over了 現隔來說是表現over了 沒人性訪令那些 沒人性訪令那些 沒人性訪令是EYT的東西 沒有的 我想做演員也好 做指導也好 做導演也好 你現在問我當時很滿意也好 三個月不夠就立即上重拍了 尤其是做導演做指導 你剪的時候也會覺得 拼它是廢 我應該當時多撿一個鏡頭 我可以多一個版本 因為我們做指導 我們一定有一個first cut 我自己要求一個first cut 最少玩東西的方法 或者什麼的方法 當然有時候導演會重新剪一次 所以這一行是永遠不會滿足 如果你滿足的話 這行不好玩 演員也是 你永遠都要求來多一個剪 來多一個剪 有時候說TVB 那些年多都是 來多一個剪 有些人會覺得 你不行 我可以 我哭完了 我第二次沒有了 演員可能有時候會有這樣 有些FM或是CAMERA MAN 或是道具手機 不是 但我不說誰會有的 CCU又是了 時間剪廠 真的到時到後生制 不可以 不可以 我們進去的時候 還有0630 0630 你聽過沒有 早上6時 我也是早點學 直到八多年開始就沒有了 2時或12時 那時還是2時一定要剪廠 我們那時0630是托著頭來前後 即是6時收工 收30要有06通告 幸好那時不用自己背服裝 後來我聽他們說自己還要自己背服裝 所以你覺得不好玩 他們只是覺得 一條路線上去 股票升不到 所謂公眾利益 不行 那怎樣省錢呢 就是剪人 剪錢 犯錢沒有 或是省一個跟出去的服裝 你自己拿服裝 所以你慢慢做一下 但在一個這樣的機構來說 不可以說他錯 因為維護股東 大眾股東的利益 股票不升 唯有剪錢賺 說句不好聽 你們不喜歡聽 就剪輯 說句不好聽 那個bonus很重要 他年終獎金 老闆看數的bonus很重要 你演員0630 在出去還要自己拿服裝 關於他 蠢事 年終獎金對他很重要 錄鼎記 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但最後出街的時候 你誤到你不服 阿菲 我們哥哥和華仔在火車頂 我們已經剪得很誇張 阿叔剪的版本 更厲害